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张不阳 确实啊能上土曹大会是因为斯文病了 然后才临时找的我 我知道这么说可能不合适啊 但是我是真的很开心 但是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 看着这些明星 在看着你们真的 做梦的感觉 真的就是做梦的感觉 但是应该不是 因为不管做了什么梦 我应该都不会梦到大王 我要是梦到了大王 我估计是在梦里上网 搜索谁是大王 但是也没什么 因为如果他在他的梦里梦到我 他也得搜索谁是张博洋 汪苏龙 一个网络歌手 像他这样的网络歌手呢 评论啊 一般非常的两极分化 欣赏的人 很欣赏 不欣赏的人 我很欣赏 汪苏龙 英文名 Silence 安静 一开始觉得特奇怪 一个歌手 给自己取名叫安静 然后我就听了用他的歌 然后发现啊 适合他的名字 不止安静 不止silence 还有 Be quiet Shut up 特别特别多 山河老师是一个乐评人 其实 我也是乐评人 只不过 他在别人面前评 我在人家背后评 这就是为什么 所有的选手 所有的歌手 唱成什么样 他都得夸 社会压力啊 我就没有这个压力 我想怎么评 怎么评 山河老师 真的 有机会你一定要试一试 喝爽 汪苏龙唱歌真难听 大王 大王 说大王 说大王 大王 其实大王也是一个音乐人 出过歌 没人听过吧 对不对 也很正常 不能全怪他 汪苏龙鞋的 我就知道 对不起 我的臭 我的臭 冷静 汪苏龙的歌 歌名总给我这种感觉 就是特别矫情 他给大王写那首叫什么 你们知道吗 叫 未降落的雪 你听这歌名 未降落的雪 啥意思 是不是就是说这个雪 比以往时候来的都晚一些 这歌到了2002年就写过了 你们在写啥 感谢大哥 但是大王很开心啊 拿着这个歌 哇 如获至宝 找了好多好多音乐人 给他推荐 张绍涵 毛不易 柳妍 艺人唱一句 最后这歌 没火 大王 你这宣传手段有问题 你知道吗 你找那么多明星干嘛 你就找一个就够了 你就找张绍涵 千万不要让他唱一句 唱一首 唱的时候你不要插嘴 发出来之后绝对比现在火 胡爱全老师 却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做了档节目叫举杯喝喝喝 是一个喝酒聊天的节目 这个节目兴致一听啊 就非常适合李旦 而李旦真的上过这个节目 只不过他去了那期 这个节目差点改名 去之前是举杯喝喝喝 他也去 举杯喝 喝喝 喝喝 喝 喝 所以说今天主咖 张绍涵 其实啊 我上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看 张绍涵演的那些偶像剧 而且不是喜欢看 甚至我还会想象自己是 偶像剧里的男主角 牵着张绍涵的手 走在小路上 但是我在这个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 得知 当年跟我一起看这些的 还有张绍刚 这种感觉有多恐怖 这就好像我当年 牵着张绍涵的手 而张绍涵的另一只手 牵的是张绍刚 张绍涵曾经演过一个偶像剧 叫海豚湾恋人 真的很多人看过 有两个男主角 一个叫霍建华 一个叫许少阳 他当年选择了许少阳 我觉得特别奇怪 看得我很生气 你选许少阳干嘛 你为什么要选许少阳 许少阳什么好的 你选许少阳 你不如选张伯阳 无法忘记得过去啊 张绍涵曾经确实是很哄我 很哄我 后来突然因为种种原因 消失了 在这个歌里其实也有唱到 很励志啊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我们也看到了 谈话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 励志并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对吧 因为很累 因为真的不是所有的梦想 都能开花 你就比如我 真的是才华有限 相貌平庸 可能真的一辈子就在幕后当编剧 只能在同事生病的时候 才能上上节目什么的 所以 我知道这样想不好 但是 我还是真心希望 我的同事没事都能生生病啊 是吧 但你们放心 你们放心啊 在你们的身边 永远会有一个身体健康的我 耽误不了吐槽大会的正常录制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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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好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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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太紧张了 我希望以后可以好好做变剧 我想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真的觉得很开心 不 不 他不开心 他们吐槽太狠了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 我真的很开心好吗 这是 在我面前不用隐藏自己 你想哭你不要哭 我都知道 我知道 你心里不好受 你心里肚脏得太狠了 我死了